姑娘,这么早就起了,今天可是您的生辰,我多睡一会儿。 正因为今日生辰,可不能多了。 大哥的眼光真不错,咱们小兽心今天这事确实喜庆。 真的吗,小叔? 那当然,你可是咱家最可爱的那个。 瞧瞧,小叔给你准备的礼物。 哇,这么可爱的娃娃。 你喜欢就好,这是我之前特意在县城的珍宝阁给你找的,虽然不是多珍贵的材质,但是还算精致。 我一会儿就把它们放到书房里,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 走吧,小蝉猫,我们先去用早饭。 哇,刘婶今天的早饭做的都是我喜欢的呀。 哎呀,先吃哪个呢? 喜欢就多吃些,这个是流水专门给你做的,我今天算是沾了你的光了。 郭生辰可真好。 今天你生辰,咱们中午在家里用饭,庆贺一番,然后带你出去玩。 下午带你去戏园子听戏,今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好,都听小叔的。 很快便把早饭吃完了,等着兰草从房间里走出院子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 大姑娘生气了。 大家都起来吧,今天每人多发疑越越浅。 都起来吧,今天每人多加两个肉菜,一套春装,都是大姑娘给大伙准备的,一会儿去留管家那里领。 谢大哥亮 谢二爷 祝大小姐 喜乐安康 快起来 你有心了 这是老爷和夫人一早就吩咐老奴 在小姐生辰时送上来的 希望小姐能够喜欢呢 啊 哇 竟然是这么漂亮的小马啊 这小马的性格真不错 是个温顺的 别怕呀 以后你就是我的新伙伴了 以后我和您一起去外面闯闯 哎呀 你们看这座清静啊 大爷的眼光就是好 知道姑娘喜欢什么样的 哎 还是咱姑娘招而稀罕 你们看她身边这么多有灵性的动物啊 小师妹 生辰喜乐 这是师父让我送给你的生辰礼物 原本他老人家是要签字过来的 只是医馆那边突然有事 他一会儿处理完了就过来 齐大叔怎么会知道今天是我的生辰 哎 这我就不知道了 原本师父已经换好衣服准备过来了 却不来人了 只能稍后再来 既然齐大夫还要一会儿再来 那我们就先陪你这个大师兄 往后在医馆里还请多多关照小丫头 哈哈 这话还用你提醒 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 还能亏待了小丫头啊 更何况以往她可没手帮我们 回报她都来不及呢 平安哥 一会儿多喝几杯 刘舍今天可是做了许多好吃的饭菜 平安笑盈盈地点了点头 太好了 一会儿请平安哥喝我新酿的果酒 又尝一尝呢 不过确实不能多喝 我可是听说你们酿出来的果酒后劲可是很大的呢 呃 嘿嘿 我新酿的一批没那么大的后劲 兰曹有些尴尬 经过那次醉酒之后 她就更改了配方 后劲没那么大了 齐大叔你来了 小丫头已经七岁了 要好好长大哦 这可是我转门给你准备的礼物 回头有时间了再拆开 保证你会喜欢 嘿嘿嘿 之前替平安哥说医馆临时有事 可是有什么棘手的病人上门了 今天会不会耽误了医馆的事情啊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师父 你没事吧 可是医馆出了什么事 没事没事 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 哦 你们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午后小叔要带我去看戏 齐大叔一起 我还是不了 哪里太吵 那午后我就先回医馆 哎 平安呐 你要不要去听戏啊 也松快松快 真的吗 师父 我也可以去听戏吗 哎 去吧 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 也去放松放松 晚间再回医馆吧 谢谢师父 姐 小叔 二伯小浩 你们怎么来了 来给你过生辰啊 姐 我跟你说 我和爹可是给你带了礼物 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啊 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生辰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爹说你出生的日期 他也是知道的 只是惭愧这些年什么都没做 现在想要尽一份心 姐 我可是第一次来县城 你先带我在你院子里看看 小浩 你怎么了 在想什么呢 姐 今天是你的生辰 我悄悄地给你准备了礼物 只是现在看起来太过寒酸 有些犹豫要不要拿出来 你给我准备了礼物 是真的 我自己准备的 那你还不拿出来 这荷包和里面的东西 是我用自己挣的钱在镇上买的 姐 你别嫌弃寒酸 这也是为我以前做的混蛋事 向你赔罪 先生说我以前做的错事 终究是要自己来面对和承担的 这里面还有东西 蓝草说着便将荷包打开 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 只见一对红色香珍珠的珠花 出现在手里 他大吃一惊 你干什么挣的钱 我 我去年秋天 跟着二舅家的表哥 在山里采蘑菇 后来全都晒干 卖到镇上的杂货铺了 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害你挨打 还自己玩火 还烧了你的头发 差点害了你的命 我错了 哦 行了 蓝家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我早就原谅你了 咱不说这个了 叔哥 我来看你了 好 好 好丫头啊 能再见到你 叔公就安心了 好 老伯 我陪小草过去看看 我杀他小叔 丰盛 哎呀 是贵客呀 快请进 快请进 小伯特娘 快去准备饭菜 不用那么麻烦了 叔公 听我那大侄子说 你们家大人 没在县城 家里只有你和小草两个 没有长辈在身边 生活上 有没有不方便的地方 没什么不方便的 大哥给我们安排了 许多下人 一些琐碎事情 都有他们在干 我和小草 只需要安心读书就行 哎呦 对对对 看我这老头子 之前呢 就见过大和小兄弟 居然把这事给忘记了 哎 那就好 那就好 我知道老人家 也是担心小草 在风家过得不好 不过您放心 他作为我们风家 孙辈第一人 我们家向来 是宠着他的 不会让他受一丝委屈 若是遇到 那不长眼的 想要欺负他 势必让那人 付出血淋淋的代价 遇到你们风家人 也是那孩子的福气 想必有你们护着 也没有什么人 能够欺负得了他呀 兰草和风盛 离开兰家之后 兰桂山当天晚上 就召集了家里所有人 千叮宁万嘱咐 让他们不要打 兰草的歪主意 爹 你说什么呢 我们怎么会打 小草的主意 没有最好 风家可不是 好惹的人家 那孩子现在 已经上了 风家的族谱 跟咱们兰家 没有什么关系了 咱们就只当是寻常亲戚 过年过节走法礼就行了 别想着通过他 靠着风家 更别想掌控他 爹 你也太想看儿子了吧 我们是那样的人嘛 就是爹 我在县城熬了这么多年 都已经当旧掌柜的了 哪里需要去做 那么下作的事情啊 爹 儿媳和弟妹 都是老实本分的 凡事都听自家男人的 不会有那种肮脏的心思 污了您的名声 是啊是啊 我和大嫂的想法一样 咱家的日子 又不是过不去 家里几个小子 都要读书呢 也是要名声的 你以为我只是在说笑 小草现在 不光有风家人护着 她的亲爹娘 都不是擅长 知道安清家的王室 是个什么结局吗 王室 那个女人不是早就失踪了吗 她怎么样了 她被小草的亲娘给活埋了 就因为她贪心不足 起了坏心思 我那个乖乖 咱们以后啊 可是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好 啊 西大夫都要去二房了 也不知道大叔什么时候成亲 嗯 早知道 该让大叔成了亲才去西北的 唉 真是让人操不完的心 姑娘 大爷的事情 他自己放在心上呢 您只要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我家姑娘真是个小大人 敬爱操长辈的心 没见斐月姐姐脸都红成啥样子 嗯 这不是心里着急吗 你看我白尾姐姐都有孩子了 大叔到现在都还没有成亲 说起来 大叔都二十七了 也不知道老爷子在京城急成什么样子了 好了 咱们今天回去就给大哥写信 让他把这事放在心上 免得下次他回来时 被齐大夫的外孙叫爷爷 好那个人灭兽星齐天明 果然背着我娶了二房 是都死了吗 赵氏 你来这里做什么 不是让你好好待在庄子上的吗 齐天明 心人进门 难道不需要向我这个大夫人敬茶吗 警察就没必要了 又不是妾 你站住 你个狐媚子 你个本夫人站住 你就消停些吧 我让人送你回庄子上去 不 我不回去 庄子上冷冷清清 只有几只鸡鸭陪伴 我都见不到你一面 我错了夫君 我真的知道错了 再也不插手白银的婚事了 你真的知错了 可惜现在已经晚了 我齐天明已经迎娶了乔氏卫二房夫人 你还是回镇子上休养去吧 不好 齐天明 你不能这样对我 不管怎么说我都给你生了一儿一女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胆子还真大呀 师父的热闹你也敢看 可跟我到前面抓药去 当天晚上 风圣从学堂回来的时候 便发现蓝草看自己的目光有些怪怪的 你怎么拿这么奇怪的眼神看我啊 我哪里做错了 小叔 你以后会不会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 你这姑娘受什么刺激了 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来啊 就是姑娘今天见到齐大夫家里吵架 然后一整天心不在焉 时常胡思乱想 我从来没有见过师父这个样子 冷漠 绝情 极其不耐烦 一时被吓到了 别怕 若是不想当那个被抛弃 被送到庄子上的肇事 就努力强大自己 小叔也尽力护着你 到时候咱们都强大了 我看谁敢那样对你 我要努力变强 不让别人欺负我 东河村那边怎么样了 有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这是兰草今年特别想做的事情 那就是 在东河村建个小学堂 她想让自己以前的小伙伴都能识字 姑娘您的要求不高 先生已经找到合适的了 是县城里一个家境贫寒的童生 不过她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只要不过分的都是可以答应的 她希望给病重的母亲看好病 然后带母亲一起去乡下 她家的房子之前 就因为给老太太看病 卖掉了 这事不难 先将老太太安置到医馆的后院去 我师父给她瞧病也能方便一些 那人叫什么 家住哪里 她周围的街灵对她的评价怎么样 小的之前已经打听过了 都说那韩明朗是个极为孝顺的人 他母亲张氏 为人也和善正直 虽然多年来 一直是母子两人过祸 虽然贫穷 却也堂堂正正 那他们一家靠什么过祸 韩明朗一直在二爷的铺子里抄书过祸 现在他们母子在槐花巷租了个小院 日子也过得极为艰辛 既然这样 你今天就把人安排到医馆住下 要费什么都算我的 韩明朗在铺子里抄完书 也可以去医馆陪着张氏 是 姑娘 还有关于学堂的位置 这事交给我好了 你去安排韩明朗的事情 是 姑娘 我准备一会儿去书工家里一趟 你去备一些礼 再看看流水那里 有没有做什么好吃的 装个石盒 是 姑娘 小草今天过来 可是有事啊 我想在东河村办个学堂 想让以前一起玩的小伙伴 都能够识字 以后也能多一条路 毕竟他们当初真的很照顾我 你 你说要在村子里办个学堂 是啊 书工没听错 好 好 这是好事啊 可是 封家人能同意你的做法吗 要知道这白学堂 可是要花许多银钱的 你可别让人见 因此厌弃了你啊 还不会的 小叔同意我的做法 还答应会提供一批笔墨和启蒙书本 真的 这封家人果然是厚到人家 这也是你的福气啊 是的 大叔和小叔人都很好呢 小草 你需要书工做什么 书工顶得给你办妥当了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主要是这学堂的位置 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我一个小娃 跟村长又不太熟 所以想请书工给出个主意 你们家以前的院子 不是挺好的吗 那是大房和二房的院子 我和爹爹早就已经不是兰家人 那里并不合适 再说了 二伯虽然现在住在李家庄 但是东河村总是他的根 那院子我不能用 嗯 这样吧 我回东河村一趟 请村长在村子里 云一个院子出来 这是好事 不能什么事 都让你一个小丫头来做 正好 为了这事 我也是要回东河村一趟的 只是要等到小叔休息的时间 我们一起回去才行 嗯 这样也行 这是你那小叔 什么时候休息啊 如果时间太晚的话 我准备先回东河村 跟村长商量一下 后天 小叔后天休息 要不我们后天一起回去 好 后天也行 丫头啊 这几天辛苦你了 这本医书拿回去好好研读 以后我可是要检查的哦 我去后院看看 前些天从山上带回来的药材 那些我能炮制的都给处理了 啊 行 你去吧 一会儿你师母给你送好吃的啊 知道了 小师姐来了 去店鸟干什么 那先看一下那些药材 如果有可以炮制的就处理一下 两人说笑了几句 这才向他打听关于张氏的情况 小师姐说的 可是那位张婆婆 她儿子还是个童生呢 对 就是她 她的情况怎么样 嗯 她的情况有些严重 听平安哥说 最少要好好调养三个月才行 不过后期就不用住在这里 只需要过那时间来把一次卖 拿些药回去就行 哦 那行 兰草在心里计算过了 张氏至少 要在医馆里住一个多月 一个月后 东河村的学堂也就准备的差不多了 到时候 张氏的身体就算没有彻底恢复 也好了六七成 这样韩明朗 就算是去东河村教书 也能安心不少 书工 您这是 哈哈哈哈 小曹都想为你的小伙伴做些什么 书工啊 也希望娃娃们都识字 有书读 也算是尽了一份力啊 老人家真是让人佩服呀 您快上这边的马车会舒服一些 对呀 树哥 您看您的眼睛都熬红了 想必这两天都没有睡好吧 快上马车补个觉 哈哈 好 是该好好歇一歇了 就是时间有些紧 这桌子只怕还是不够啊 快到东河村时 兰草和风圣站在原地 等着后面的马车赶上来 怎么不直接进去了 呃 还是等等吧 和书工一起 是小草 是小草 小草回来了 土豆 你疯了吗 小草不是已经 了吗 是他 他还活着 我之前在镇上见过他 什么 土豆 你等等我们呀 朝天天快跟上 你真的是小草 是啊 我是小草啊 怎么 你们不认识我了 小草 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小花 我 我好想你 太好了 太好了 小草回来了 哈哈 以后 我们还一起捡柴蛙野菜 小草 以后你住我家里 我爹娘都愿意的 以后我们还一起在山脚下 逃鸟窝 鸟蛋 全都你们吃 小草 你的衣服真好看 比我在镇上的铺子里 看到的好多了 哎呀 咱们手上的泥都蹭到小草的衣服上了 啊 快快 咱们去河边 把衣服上的泥印子给洗洗 怎么办 小草 都是我们害了你 你回去了 会不会挨打呀 没事 小花 你别哭 我不会挨打的 家里人对我特别好 你们放心吧 你们刚刚在玩什么 我们在捞鱼呢 走 我们带你捞鱼去 以前咱们年纪小 家人都不让靠近河边 现在可算是长大了 再没人管了 只是当他意气风发的 将自己刚刚捞鱼的地方 只给小伙伴看时 却发现那里已经多了一个人 这会儿正弯着腰 看向他放鱼的木盆 喂 不许动我的鱼 快 别让人把我们的鱼给抢走了 哎呀 不会的 那是我小说 跟我一起回来的 朝天遍土豆 你们卖鲜 是自己人 他是你小叔 看样子不比我们大几岁啊 是啊 那是我小叔 陪着我一起回来的 他刚刚看到我们聊得很开心 就没有打扰我们 小叔 他们就是我的小伙伴 小叔好 你们好啊 哇 你们都捞这么多鱼了 我们几个现在都学会了捞鱼 已经很厉害了呢 小草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捞鱼 咱们一会儿找个地方捞几条吃 热热小草 我们一起捞鱼玩 可好玩了 土豆也很会烤鱼呢 很香的 玩去吧 等他们赶上来了 你在马车里换身衣裳就行了 太好了 谢谢小叔 一会儿把最大的鱼送给小叔 小叔还怪好了 快去看看二爷在河边做什么 二爷 姑娘 没跟你一起 来生你们都来了 快看我捞的鱼 姑娘 快 奴编拉你上来 这衣服都湿了 还沾了这么多泥 得重新换一趟 你们不能欺负小草 对 小草的衣服脏了 我们帮他洗 你们不能打他 你们几个 别紧张 现在没有人会欺负小草的 这个是香李 只是怕他衣服湿了会着凉 要带小草去换一身衣裳 真的吗 比小草高那么多 真的不是打猫 可是他刚刚好凶 你们放心吧 他不会打我 刚刚真的只是有些担心我 哦 去车上拿些点心吃食 给他们分享 是 二爷 你们 快去把手洗干净 我和小草给你们带了点心 哇 有点心吃 谢谢小叔 谢谢小草 咦 小草呢 他怎么不吃 你们吃吧 他就收拾一下 很快就来 哦 喂村长 狼二叔公和小草回来了 听说是想在村里拜学堂 哎呀 这孩子跟以前在村子里 是简直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这分明是负贿 人家孩子的打扮呢 哎呀 好丫头 好丫头 你受苦了 难为你还想着咱们村里人 好好好 村长爷爷和小伙伴们 以前对我都很好 小草自然记得呢 村长爷爷 这是我小叔 之前我在山里就是遇到了大叔 然后才安然活到现在的 哎呀 小公子一家 都是好人呢 救了这苦命的孩子 真是大善人呢 小草很好 我们一家都很喜欢 他想给村子里做些什么 我们家当然支持 小草丫头啊 一直都是个好的 勤快能干 懂事善良 整个东河村的人都知道 小公子一家 也都是大善人呢 寒暄过后 所有人才算在这堂屋里 坐定下来 开始正式商议 关于建学堂的事情 以我看 不如就放在大哥家的旧院子里 把院子翻修一下 不行 我见到那个院子 心里就不舒服 是我想诈了 那不如就放在兰家祠堂好了 那可不行 这是东河村的学堂 又不是兰家学堂 哎呀 我看还是在村子中间 找个地方建学堂吧 这样全村的孩子都能方便 啊 我觉得村长的提议挺好 那小草丫头 跟封家二爷怎么说呀 我和小草的意思一样 就是听村长的 在村子中间 找个地方建就行 没有必要建在 哪家的祠堂里 对对对 封二爷说的没错 学堂建在村子中间 所有孩子都方便 我们回去就把 盖房子的材料送过来 村长这边也让人 准备起来吧 哎呀 封二爷放心好了 这山里到处都有石头 家家户户啊 都留有木头 您那边 不用提供太多的材料 啊对对对 我们家里都有县城的木头 用来做门窗桌椅 应该差不多 纳成 先送来一些材料 等到以后材料不够了 再让人送一些过来 还有桌椅什么的 小草已经让人在做了 加上老爷子这次拉回来的 应该就差不多了 哎呀 那可真是太谢谢封二爷和小草丫头了 哎呀 这让我们说什么好呢 您二位都给准备齐全了 这还真是惭愧呀 这没什么 都是小草心善 改念大伙以前对他的照顾 总想回报一样 各位如果过意不去 等先生以后住到村子里之后 就多照顾几分 封二爷 已经找到先生了 先生确实已经找到了 他这段时间在照顾生病的母亲 差不多等学堂建好了 先生也就可以过来了 你不喜欢那个兰家族长 他以前欺负过你吗 他没有欺负我 只是我不喜欢他 既然不喜欢 那就少接触 学堂的事 交给石头和大和两个就行 我看那人也太喜欢钻影了一些 没有你二叔实在 嗯 知道了小叔 后面的事就交给他们两个 我可不想经常在村子里露面 只可惜不能经常跟小伙伴们玩耍 你以后想回来 只管大大方方的回来 反事都有我在呢 村子里那些人 不敢找你提什么过分要求的 单单是斐月几个手里的刀剑 就能将人唬住 那好 以后我想想换他们几个了 就回来找他们玩 好了 咱们还是先回山上的小院看看 留审明天才能上来 万分要我们自己张罗呢 行 今天我和湘里给大家做饭 你和莱顺打下手 反正这次上山也没几个人 做一顿饭完全没有问题 成 我和莱顺给你打下手 烧火洗菜什么的 都是我以前干顺手了的 也是好久没动手了 今天就再配合一次 当天晚上山上几人吃着香喷喷的烤肉 喝着他兰草特意酿的果酒 再加上小灰特意从山里找的早熟的果子 别提多惬意了 咱们就该过一段时间回山里住几天 这种神仙般的日子可比以前舒服多了 飞月姐 你以前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能跟我们说说吗 我啊 很少跟人打交道 都说的是独来独往 以查案丧席证据为主 听得见的都不是什么好事 从来没有像这几个月这么自在过 飞月姐 能跟我们说说你以前查的案子吗 我也想找找见识 这有什么 那就讲给你听呗 好业 飞月姐 快说说 当天晚上 山上一行人听飞月讲到很晚才散场 就这 他们还有些意犹未尽 打算以后有机会再让飞月讲给他们听 第二天一早 东河村的村长就在村子里敲起了锣鼓 召集干活的人到村子中间去集合 村长 组长 我回来了 二叔 我来干活了 回来就好 快来和他们一起干活 安平呢 中午就别回去了 去二叔那里对付吃一口 行啊 二叔 我带了干粮来的 中午去你家大伙 带啥干粮啊 你这个时候能回来啊 叔就高兴 二叔 我先去干活了啊 老爷子 您想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我们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 啊 这就要走了 不多待几天了 不了 老爷子知道的 我那两个先生每天都布置不少功课 小草那里也不轻松 松快这么几天就可以了 啊 那行 你们先回去 老头子我再待一段时间 等学堂建成了 我再回去 既然是这样 老爷子可要保重身体啊 最近石头和大河都在这里 您有事就找他们吧 二叔这里还有我呢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村子里 二叔有什么事情我也能处理 好 既然这样我和小草也能放心一些了 时间也不早了 你们回吧 小草 天快黑了 我们要回去了 小草 你小心一些 小叔脸色不太好 放心吧 你们快回去 这只野鸭也带上 已经晕过去了 不会乱跑的 野鸭还是你带走吧 给小树炖肉吃 他就不会打你了 你们就放心带着吧 小树人最好了 怎么会打我呢 那 我们就带回去了 等你再回来时 我们一起吃 野鸭还是你们吃吧 我恐怕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看你们 到时候我会和学堂的先生们一起 啊 这就要走了呀 放心吧 学堂建好了我还会回来的 到时候咱们一起抓鱼 小草 你这次离开 要记得想我吗 好 过几天我就会来看你们 还给你们带好吃的 你们快去回去把衣服换了 要不然会着凉的 知道了 小树 小树你不生气了 那一定不会打小草的对吧 我们回去就换衣服 姑娘 你还是在马车里洗吧 大核已经把水打好了 好 小树姐 你也不拦着心 这丫头今天可算是玩疯了 拦什么 姑娘又不是不懂事 难得开心 就让她玩个尽兴吧 在县城可没这么自在 那倒也是 回到县城之后 两人的生活再次回归正常 张婆婆 我今天要去乡下 咱俩一路的哦 张婆婆快上车 咱们投路 哎哟 那可真是巧了 我家明儿说 今儿有人跟我们同行 没想到会是你这丫头啊 韩先生 您坐车还是骑马 我还是坐你这辆车吧 韩明朗很清楚她娘这次看病都是兰草处的钱 这事一直是瞒着娘亲的 为的就是让她娘和恩人相处时多一分自在 小草 你回来了 小草 先生来了吗 小草 村子里的学堂建好了可漂亮了 是咱村最气派的院子了呢 哎呀 前几天送来的桌子可真漂亮 还有那些凳子 一个个结实的很呢 对对对 我大爷爷说了 那些桌椅用上百年都不成问题 小草 怎么不见先生 是不是先生今天不来了 韩先生跟我一起来了 就在后面的马车里 哎呀 先生真的来了 太好了 走 我们去接先生去 小花 我就知道只有你最好了 不像朝天辫和土豆那两个 抛下我去接先生了 乖啊 小草 他们坏 咱以后不跟他们玩了 我告诉你啊 先生坐着马车走得很慢 估计这会儿才出镇子没多久 那些个去接先生的人呀 只怕有的走喽 啊 马车不都是很快的吗 先生带着他母亲呢 不会让马车走得很快 不管他们了 要不要 赏树赏气挡 爬树 可是我今天特意换了身心衣裳呢 这个好吧 飞月 能不能把小花放树上 我们要上去玩 没问题 哇 我居然就这么上来了 嘿嘿 我现在爬树可厉害了呢 比土豆它们都要快上不少 哦 小花姐姐在树上 小草姐姐也在 嘿嘿 小狗蛋 小春子啊 还那么大声做什么 我还想多玩一会儿呢 哎呦 我的小祖宗啊 怎么就爬到树上了呢 有没有伤着我 快 快来两个手脚利俗的把孩子抱下来 可千万别伤着我 大姐姐 好玩好玩 嘿嘿嘿 小草 你没事吧 有没有摔着呀 快 快来人 给小草看看 你瞎呀 那丫头是自己跳下来的好不好 那帅气的缓冲和落地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小花姐姐 小草姐姐 我们也要爬树从上面飞下来 不行 你狗蛋要是从树上跳下来会摔断腿的 哎呀 多谢飞游姑娘 照顾我家小花啊 村长不用信我 原本就是我带她上去玩的 你不怪我就好 哎呀 怎么会怪姑娘呢 还要多谢你陪小花玩呢 嘿 看把这孩子给高兴的 对了 小草丫头 不是说先生来了吗 在哪里啊 哦 先生的马车走得慢 在后面呢 朝天便他们已经去接先生了 嘿哟 先生真的来了 太好了 师公二伯 你们也在啊 小草啊 你可算是回来了 自从你前几天让人把桌子椅子送回来之后啊 大家都盼着你回来呢 是啊 每天都安排几个孩子在村口守着 只要你一回来就通知大伙儿 哦 我说呢 刚回来就见到朝天便他们 原来一直守在这里呢 哎 我跟你说呀 这个学堂可见得格外宽敞 前院有了给孩子们读书 中院是先生住的地方 后院也有几间房子 还有一片菜地 我们给你和丰盛各留了一间房子 想留下来就住在那里 桌子 椅子都背好了 先生来了就能上课 小草啊 大娘得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咱们东河村的娃子们哪能读得起书啊 这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这些日子简直跟做梦一样 村里的娃子们能读书 全都托小草的福啊 小草啊 快进去看看 哪里不合适的 咱们再改 嗯 好呀 上次来的时候只有一片空地呢 还真是大变样了 哇 这里立了个碑 啊 上面还有我名字呢 还有小书的 书工的 建学堂 可是咱们村子祖辈们的心愿 是立其子孙后代的大事 当然要立背纪念 后来村子里啊 各家也多少出了些心意 我们就都记了下来 哦 桌子都摆上了 书工和方掌柜做的木砖还挺像 绝对结实 兰草在院子里转了两圈 又跑进孩子读书的教室看了看 哼 咱们回来了 我们出去看看 哎呀 韩先生 可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我们东河村的娃娃要服务了 韩先生 学堂和后院的住处都安排好了 您和老夫人一会儿看看还缺什么 我们一会儿给准备好了 听说老夫人还在养病 我们就安排了一个婆子给您操持家里的琐碎时间 以后您只管教孩子读书就行 秦远特意准备了一间书房 里面还有不少的书 都是我们家小草那丫头让人安排的 以后村里的孩子就劳韩先生您多费心 这些孩子都是机灵的 就是以前没机会读书 啊 有劳村长和几位组长飞行准备了 各位尽管放心 我必当极尽所能 教孩子们读书 好好好 娃娃们呢 就拜托先生您了 小草咋不在后面歇会儿啊 啥时候去书公家里坐坐呀 三叔公 我们要到山上去 就不在这里多待了 那怎么行呢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怎么能不去家里坐坐呢 我们判了你许久呢 老三男 小草都说了有事要忙 你就别为那孩子了 是啊 现在韩先生我已经送来了 师父还交代了我其他事情 也就不留了 二哥呀 小草那丫头身边跟着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怎么那么吓人呢 他们不会是干了啥坏事吧 老三 你过分了 小草多好的一个孩子 你怎么能这么想他呢 蓝组长 我们风家是武将世家 家中从主子到下人 全是习武之人 你自己从 就不要往我家姑娘身上泼脏水了 否则 这学堂不开也罢 桂林老爹 你可不要胡说呀 如果算里的学堂因为你开不了课 哼 没有没有 我没有那个意思 各位不要误会啊 我还有事就先回去了 娘 你看 这东河村看起来还不错 以后 我在这里教书 您啊 就在忽然喂喂鸡 种种菜 出去跟那些大婶大娘们唠唠嗑 这日子 想想都没 好 都听名儿的 以后你考上秀才 再娶一房媳妇 给我添个大胖孙子 老婆子我这辈子就圆满了 娘 现在说这些还早 等儿子考上公民再说吧 好好好 你就专心教书 读书 村长还给咱家安排了一个婆子帮忙做事 家里的事情 你不用操心了 对了娘 您以后跟村里人唠嗑可以 可千万别拿我的婚事开玩笑 就算是有人提 你也别接查 村里那些姑娘 你也离远些 这个娘明白 不是说村里的姑娘不好 而是终究有些差别 这事以后再说吧 我现在不会应下任何事就是了 不过你也要记得避嫌 离那些姑娘远一些 这个当然 我可不想到时候 坏了别人名声 也坏了自己名声 对了 你一直说到了村子在告诉我 那你现在告诉我 咱家的恩人到底是谁呀 等咱日子过起来了 也想着回报一二 娘 咱家的贵人您也认识 还经常见到呢 这次您看病 还有我到东河村教书的事情 都是他安排的 所有费用都是他出的 别看他年纪小 实打实是咱家的贵人呢 你告诉我 咱家的贵人是不是小草那孩子呀 是啊娘亲 确实是他帮助了咱们家 那孩子哪里来那么多钱呀 哎呦 我这盖死的老骨头 怎么能花那孩子的钱呢 你也是 为什么一直都不告诉我 跟我家恩人相处那么长时间 却一直都不知道 连一句信都没有说 我真是太不应该了 娘 您别气别气 是儿子没用 儿子错了 娘 您别生气了 听儿子慢慢说好不好 我不管你之前是怎么想的 小草那孩子就是咱们母子的恩人 希望你一辈子都记着这事 日后万不可做出伤害恩人的事情 否则老婆子我立马死给你看 是儿子记下了 其实他心里也挺委屈 之前他倒是想把这事告诉张氏 只是兰草叮嘱不让他说 他也就顺水推舟 暂时没说 在他心里当然一直记得兰草对他们家的大恩 明天就要给孩子们上课了 快去准备吧 不用守着我这个老婆子了 大和 是你们下山了 快快进来 让丰姑娘去中院休息 不了 我们在山上打了些猎物 留神已经胭脂过了 这几只给你们留着 这 这多不好意思呀 这有什么 张婆婆身体不好 该吃些好的补补 多谢姑娘 姑娘的大恩 我还没朗一地铭记 好了 韩先生 我们去接书公 一会儿就直接离开 学堂的事情 您多费心 小草 等一下 张婆婆 您怎么不在后面休息 这么着急可是出了什么事 好孩子 婆婆已经知道了 给我看病的钱都是你这孩子出的 我这条命也是你救的 老婆子我连一个谢字都没说过 真是太不应该了 别别 张婆婆你快起来 别这样 我一个孩子可受不起 你这孩子 如果没有你 我们母子怕是要阴阳两格了 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呢 老婆子我也不会别的什么 也就这秀意还算拿得出手 特意给你做了一套衣服 尽一些心意 你可千万要收下呀 姑娘就收下吧 自从我娘知道 您才是我家的恩人之后 就紧敢慢敢 做了这套衣裳 这是她老人家的一片心意 好 既然是张婆婆专门为我做的 那我就收下了 不过下次可不许这样了 您还是先把身体养好再说 要不然 我们大伙都不放心 老婆子一定把身体养好 小草 咱们这就走了 那稍等一下 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这就搬出来 小草 咱们兰家因为你办的这件事情 在村里的名声算是挽回了不少 只是阻力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心意 你就收下吧 兰桂山走到兰草旁边 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 直接塞到他手里 书公 这个我不能呀 收下吧 以前的事情是书公对不住你 也不求你为兰家做什么 只是单纯 献你替兰家挽回了名声 一行人回到县城时 已经到了快要傍晚了 先生来信了 还有你的功课 对了 先生现在添了一个胖小子 这会儿正乐呵呢 哇 真是个胖娃娃 师娘直接画了一幅画给我呢 先生果然是偏心你一些 我都没有说到话笑 先生更偏心你一些 每件每次你功课都比我厚很多很多嘛 先生一定希望你将来成为栋梁 咱们得给这小子准备礼物了 这段时间让石头他们出去 寻慕寻慕 是啊 咱们确实该准备礼物了 小叔 你再把东西检查一遍吧 要不然我不放心 好 小叔 他们都在看你呢 没事 不用管他们 那些人只是在评估我的实力而已 小叔 在考场里一定不要紧张哦 我在家里等你啊 知道了 都回去吧 你一会儿不是还要去医馆 可别去晚了 那样阿玲该笑话你了 我看小叔进去了再去医馆 时间来得及 姑娘 你不用担心 二爷后面要参加的考试还多着呢 难不成你每次都守着 这又什么 以后小叔去哪里考试 我都陪着就是了 平安哥 你这是干啥 师母今天要出门吗 师母今天不出去 是白英哥 他在府城乡了一门亲事 所以师父才派我把师娘接来 他们要一起去府城操办婚事呢 知道了 平安哥 师父 我今天过来的时候见到平安哥了 他说白英哥快要成亲了 您很快就要去府城了 是啊 师兄在府城给那小子相看了一户人家 还不错 我这就过去把那小子的婚事给办了 那我怎么办 你有安排吗 怎么 你还有啥安排不成 没啥安排 就是您不在这里 我该跟着谁 总觉得心里没点 这有什么呀 你该过来还过来 在大堂抓抓药 刘大夫那边需要你帮忙你就过去 平安如果下乡议诊的时候你就跟着 我再给你留一些医书 你都给我备熟 啊 他们去医疹 我也可以跟着了 那当然了 去乡下一诊总是要有人打杂的 你也去尝尝见识 见得多了就能够掌握很多在医馆学不到的东西 还是说你想跟着我一起去府城 毕竟你还从来没有正式回过家呢 哦 不了不了 现在我们家就只有我和小叔两个人在 如果我走了 剩下小叔多孤单 再说了 姚家不一定欢迎我 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对了 以后下乡时你最好多带几个人 反正啊 你身边的人都会功夫 也能够安全一些 可别傻傻的一个人去 我怕到时候平安他们顾不剩你呢 哦 知道了师傅 我到时候就把乡黎和大和带上 有他俩在 不会有什么事的 你把这事啊 放在心上就好 对了 最近怎么没见斐月呢 一直是大和跟着你 他呀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处理 已经离开十多天了 那行 斐月不在你要照顾好自己 也被别人欺负了去 啊 嗯 知道了师傅 现在整个县城 可没几个人能欺负得了我 你徒儿我现在 可是很厉害的 哈哈哈哈 嘿嘿 小叔 咱们什么时候回山上 这都有三个月没回去了 反正师傅现在不在医馆 我跟平安哥说一声就行了 过几天吧 我得先看看考生同生了没有 小叔这次一定能考中同生的 嘿嘿 就你这小丫头会说话 接下来的几天 兰草一直等着丰盛和自己一起回山上去 只可惜 他先是等到丰盛考上同生的消息 却没有等来丰盛说回山上小柱 反而是丰盛越来越忙 每次回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大和 我们去学陶接小叔吧 他只带着来睡 我怕他路上有什么意外 姑娘 要不还是小的去吧 况且时都说不定 早就去接二爷了呢 您就不用跑这一趟了 不了 咱们一起吧 干等着也着急 很快 几人就来到钱先生的私塾这边 只见这里的大门早已经上了锁 怎么没人 后院有人 还亮着灯呢 小叔还在做功课 也不知道吃饭了没有 放心吧 在这里二爷还能饿着不成 我看钱先生挺看重二爷的 要不然 也不能够单独留二爷到这会儿了 那是 也不看看是谁的小叔 王上 你把后面的文章写完 我去让人给你安排饭时 多谢先生 很快 丰盛把文章写完了 只等着钱先生一会儿回来了 给自己看看 二爷 您饿不 小的这里还有一包点心呢 还是等先生看过文章了再说吧 今天怎么劳烦两位姑娘过来送饭 诺墨刚刚不是还在外面呢吗 先生觉得诺墨刚刚在屋外有些锅杂 吵到封少爷写文章 罚了他几个手把 这会儿可是端不吻着托盘的 因此才派奴婢两个过来送饭 没有没有 哪里就吵到我了 来顺 带上书箱 还有桌子上的纸张先回去 明天再让先生指点 啊 封少爷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您好歹用一些 都这么晚了 你家人不一定给你留饭 是 先生 天色不早了 学生怕家人等得着急 便不打扰了 今晚写的文章 明天再请先生指点一二 天色确实也不早了 都怪我刚刚看书太入神 都没发觉 那你先回去吧 是先生 先生 封少爷还没有用饭呢 闭嘴 一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你 千灵儿 你好大的胆子 都敢私自跑到这里来了 女儿 女儿只是想来看 看您和娘常说的十一岁的童生 你娘把你教得可真好 还懂不懂规矩了 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 还敢穿着青梅的衣服 出现在丰盛面前 你是真不把你爹我的脸面 当回事儿啊 说 谁给你出的主意 是不是你娘 来人 李梅拉下去 打二十大板 把姑娘关到房间里 丢人 丢人啊 这让我今后怎么面对那小子 这样他怎么看到你这个死丫头 你照顾什么急啊 二爷 今天这事儿有些奇怪啊 秦先生一向很看着规矩 怎么会让丫鬟过来送饭呢 别说了 以后都不去贤先生的后院了 散学了直接回家 在家里写文章也是一样的 张氏 你是怎么教导灵儿的 居然任由他 扮成丫头 跑到书房去 还有没有一点规矩了呀 这可真是冤枉 我不知道他居然会跑到书房去呀 我要知道的话 一定会拦着的 哼 这次把他在家里多关上几天 好好地教教他规矩 这眼看着就要说亲了 可不能够传出什么不好的名声来 规矩自然是要教的 不过这事也不能全怪灵儿 也愿夫君你 没事总在家里提起那个丰盛有多聪慧 小小年纪就靠中同生 这才让那孩子起了好奇心 想要过去看看的 难不成这事还要怪我 我夸奖自己的学生有什么错呀 丰盛那孩子确实是聪慧上进又好学 将来必定能够走得很远 既然那个丰盛被你说得那么好 不如让我见见他 你一个富到人家 见丰盛做什么 好好在后院绣你的花吧 那不是一直没见过那孩子吗 我就想着咱们现在对他周到一些 将来他也能记得夫君你的好 说实话 夫君 你看那个丰盛和咱家灵儿怎么样 你疯了 丰盛现在才十一岁 咱家灵儿都十四了 明年可就要急机了呀 哎呀 夫君你声音小一些 这有什么不好的 俗语不是说了吗 女大三抱金砖 咱家灵儿正好比那丰盛大三岁 你也说了 丰盛极为聪慧 将来必定有个好前程 咱家灵儿以后说不定 还能弄个告命当当呢 你想想 这丰盛以后考上了秀才 举人还能看得上咱家灵儿吗 他不得直接找个官家小姐成亲吗 这事儿你就别想了 这事儿你就别想了 冯家可不是只有丰盛一个人 他还有大哥和先生在的 这事儿那两位只怕是不会同意 丰盛的先生不是你吗 难不成他还有别的先生 真是无知妇人 丰盛的先生可是个想当当的人物 别看他急傲不逊又不爱当官 当初就已经明满京城了 同辈学子没有不佩服他的 当然我也一样佩服他的学识和气度 啊 丰盛的先生这么大的来头 那他怎么会在咱家读书啊 好了 冯先生最近有事要处理 才推荐丰盛到咱家读书 我可不能辜负了这份信任 你刚刚提及的事情 以后就不要再说了 那还真是可惜了 哎呀 姑娘 二爷已经在马棚那边等了许久了 咱们快点过去吧 我把这事也忘了 只顾着看钱先生一家在算计什么了 咱们快走 你这丫头 怎么想着来接我了 有来顺陪着我还能丢了 我不是看时间有些晚了 小叔还没有回来 就想着过来接你 只是又累 小叔在这里等了我一会儿 怪难为情的 没什么 正好趁着这会儿功夫吃了几块点心 那咱们快回去吧 小叔一定饿坏了 刘婶一早就把饭菜做好了 走 回家 已经好几天没吃到刘婶的饭了 哎呀 天可怜见的 二爷这样读书可太苦了 老农明天多做些补汤 中午让石头给二爷送过去 不用这么麻烦了刘婶儿 先生那里有饭堂 同传们都在那里用餐 我也不好太特说 我看就这么办 送个饭而已 小叔 你看你最近都瘦成什么样了 成成成 听你们的 明天开始让石头给我送饭 对了 晚饭也要送 小叔最近回来的越来越晚了 肯定饿坏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 好 你之前在钱先生家里 看到什么了 哦 没什么 我发现给你送饭的 那个小丫鬟 是钱先生的女儿 钱零二班的 还真是先生家的女儿 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你想要什么 嘿嘿 还是小叔了解我 也没什么 就是想借你书房的百姓 看几眼 回头想着试着雕一个 成 钱夫人最近在给钱零二 相看人家 嗯 睡着完了 你这丫头 把话说清楚 他们家相看人家 跟我有什么 丰盛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立马止住了话头 脸色一下子 就涨得通红 放心好了 钱先生回去 将钱夫人数落了一顿 直接拒绝了他们的做法 钱先生可是知道 你是冯先生的得意门生 不愿意生事端 我才十一岁 那个钱零二都多大了 我都没见过他 像个屁呀 再说了 我有爹有大哥 有仙人在 他们这是想要干嘛 难不成还想要拿捏我的亲事 不成 好了小叔 我不是说了 钱先生已经将钱零二关起来了 也数落了钱夫人一顿 他不允许这样的事情 再继续下去的 你就放心好了 气死我了 我又不是没有长辈子 这种事情 哪里能让外人插手 好了小叔 你就别气了 要我说 你以后还是不要去 钱先生家后面的书房了 就算学堂关门了 你也可以把功课带回家做的 好 以后那边关门我就回来 他们家似乎并不知道 我还有爹在呢 而且我还不止一个爹 他们做不了主的 要不 我明天还接小叔回家 算了 你还是别去接我了 以后我把功课带回来做 你就别费心了 二爷 姑娘 那个钱灵二被放出来有几天了 不过 他并没有表现得那么乖巧 这会儿正在想办法 把二爷赶出学堂呢 哼 那个钱灵二怎么想的 小叔又没招惹他 怎么就想着要把人赶走 他想干什么 钱灵二想要诬陷二爷偷盗 毁了二爷的名声 顺势叫人赶出学堂 什么 这也太过分了嘛 我小叔够了什么 那个钱灵二居然想要毁了他的名声 这毁了名声 以后还怎么继续可考 好了 小草 别气了 这事不是还没发生呢 既然已经知道了 他钱灵二就算计不了我 不是 小叔 咱们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事发生啊 你的名声可不能被这个人给毁了 放心好了 只要那钱灵二敢算计我 小爷必定让他付出代价 对了小叔 钱先生对你怎么样啊 钱先生确实是个好先生 对我极为用心 虽然现在不留我去他书房写文章啊 但是每天一就会安排我在家写 第二天带给他 行了行了 不说这事了 我会处理好的 石头和大河几个继续盯着钱家几人 小叔 这几天要小心啊 你就放心吧 石头和大河他们还在呢 会让我吃了亏吗 你们几个这几天用心点 把那个钱灵二给盯死了 要是让他们算计成了 也和石头他们几人 全都去庄子上放牛去 姑娘放心 小的不会让二爷吃亏的 记得到时候 提前让人带我过去看看 要不然我不放心 直到五天后的晚上 石头回来汇报 钱家当日的情况时 兰草和丰盛才知道 钱灵二居然打算 在钱先生生辰宴时 栽赃陷害丰盛偷东西 然后 当着众人的面 揭穿这件事 到时候丰盛就算知道 是被冤枉的 也是百口莫辩 至于偷盗什么 那当然是钱先生书房里 极其看重 却又不怎么显眼的 某件真品了 小叔 要不你还是别去 钱先生那里读书了 他们能算计你一次 就会想着算计你第二次 第三次 咱也不能一直防着呀 县学那边之前就有先生 来邀我过去读书 只是如果在那里读书的话 恐怕要许久才能回家一趟 我哪里放心你一个人 在家里啊 这又什么 家里除了我 不是还有这么多人吗 刘叔 刘 沈 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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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老奴在呢 姑娘不会有事的 二爷尽管放心去献学 既然这样 那就辛苦费摸摸了 好夜 小叔去了献学之后 以后就不用担心 钱家人再算计你了 那小叔什么时候 去献学那边 钱先生的生辰是后天的 过了后天再去吧 既然那钱灵儿和钱夫人 想要毁了我 那我就等着 看看最后丢了名声的 究竟是谁 姑娘 您怎么来了 我不放心 就过来看看 娘 今天的事情没问题吧 放心吧 娘一早就安排好了 今天这事一出 那个不时抬举的毛孩子 别想在县城待下去 那可太好了 不收拾那个丰盛 我咽不下这口气 好了 别再想那个晦气的东西了 灵儿还是想想 今天穿什么衣装 娘给你好好打扮打扮 让你好好地亮个相 如果有更好的人选 娘一定让你爹给你定下来 娘之前不是说 那个吕小满还不错吗 怎么 傻孩子 如果有更好的 娘当然会给你选更好的 还能让你过苦日子不成 他们太过分了 姑娘 咱安静地看着城堡 二爷有自己的想法 咱别换了他的事才行啊 好吧 那我就先不收拾他们 先生 您想要什么样子的扇子 小子已经把您的扇子都找来了 去去去 难得高兴 我得选个最合适的扇子才行 这小子懂个啥呀 我今天可是兽性 不需要这么早就出去迎客 这边主仆两人还没选出最合心意的扇子 那边丰盛和吕小满 以及高梁几人就已经来到钱家 此时丰盛和高梁都在低头看着放在眼前的扇子 吕小满则围着钱先生夸个不停 从衣服到胡子 再到挂在身上的荷包全都夸了一遍 料得钱先生嘴都合不拢 先生 我和丰盛去外面看看 有客人来我们也能赢一赢 不给为师选扇子 先生 吕师兄和师娘这选着呢 他们选一定错不了 是啊 一会儿该来客人了 我和高师兄先出去候着 好 你们先去外面候着 让弄莫一起 怕认识的人多 大和 盯紧了那个姓吕的 如果他把那扇锥放到小叔身上 你就把这个放到他身上 哼 姑娘放心 小的不会让二爷有事的 哼 真以为小叔是那么好欺负的 就等着吧 好了姑娘别气了 你好好看戏就成 其他事有小的们处理呢 咱们这么多人 哪能让二爷出了事啊 高粱 丰盛 来 喝一杯 吕师兄 我陪你喝就行 丰盛还太小 不合适 嗨 今天啊 是先生大喜的日子 还讲那么多规矩干什么呀 再说了 我可是听说过了啊 咱们这一桌 可是果酒 不醉人的 丰盛不动声色地端起眼前的酒杯 举杯向高粱示意了一下 然后轻拟了一口 在酒水入口的那一瞬间 他就已经分辨出 这正是小丫头那酒方里酿的果酒 怎么样 丰盛 是不是还不错啊 你也算是有口福了 来来来 回胸敬你 来 再喝一杯 这种酒很难得 想必你从来没有喝过吧 哈哈 好 夫婶再来一杯 你差不多就别喝了 免得被人灌醉了 丰盛对于高粱的提醒表示心灵了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的情况 并没有喝多少 就运气把自己的脸憋得通红 来来来 丰盛再喝一杯 哎呦呦 这看我一时开心 失了分寸了 丰盛你别介意啊 微兄给你赔不试了 丰盛在吕小满扶自己的同时 就感觉到自己身上多了一样东西 他不动声色地摸了一下 好像是欲坠子什么东西 没有丝毫犹豫 趁着自己有些摇晃的身体 他直接歪倒在吕小满身上 将东西又放了回去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喝得有些急了 一会儿就好了 你年龄还小 跟那人喝什么酒啊 今天要是喝醉了 可就闹出笑话了 快吃点菜 摇一摇 知道了 高师兄 先生 这把扇子上的坠子呢 之前不是还在的吗 你怎么来了 可是有什么急事 我听说你丢的扇砖 正是之前我从珍宝阁买回来的 那上面的落子 还是灵儿亲手编的呢 这要是落到有心人手里 可就糟了 哎呀 好了 别大惊小怪了 你说的事我心里有数 还是快点出去招呼客人吧 风尚 是不是你偷了先生的扇锥 还有你也够粮 别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好人 师娘和师妹 给先生准备的扇锥子丢了 这里面说不定还有你的事呢 既然你想把事情闹大 那我配合一下又何妨 看看最后吃亏的试试 李师兄 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我今天一直和高师兄在一起 可从来没有靠近过 先生珍藏的那些扇子 是啊 我今天一直和风尚在一起 女小满 你可不要胡说 当时我们三个都在书房 逼先生选扇子 就风尚这穷酸样 只怕是没见过什么好东西 万一真是看中了 先生的扇锥偷去了 也不是不可能啊 女小满知道自己 早已经将扇锥塞到风尚的怀里 因此非常笃定地对上风尚 吕小满 你别过分 这话可不能乱说 狡辩 敢不敢让人搜身啊 你想搜我身 凭什么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可告诉你啊 风尚 这事儿可是关系到 先生一家的名声的事情 容不能你推脱 今天必须搜身 当时在书房的又不止我一个 行什么让你来搜我的身 我怕你做什么手脚 对 当时你也在书房 你也要被搜身才行 我又没有做亏心事 当然不怕搜身了 吕小满 你闹够了没有啊 刚刚在我书房上怎么说的 你现在又跑到外面闹 先生 您丢了扇锥 这可是大事儿啊 尤其是那坠子 还是师娘和师妹亲手 吕小满原本还想 替自己狡辩几句 但是在面对自家先生 那吃人般的冰冷目光 他还是把后面的话 咽了回去 先生 现在吕师兄 莫名其妙的指责 是我偷了先生您的扇锥 要把偷盗的帽子扣到我的身上 还要搜我的身 这事儿 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封绅 你 对啊先生 我们原本不想理会吕师兄的 但是他坚持要搜身 为了我们的名声 也不能任由他胡说 钱一兄啊 依我看 还是把这查清楚的好 是啊 这封绅可是年纪最小的同生 将来前途无量 这事儿关乎他的名声仕途 还是查清楚的好 是啊 偷盗的罪名 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 太严重了 可要谨慎一些呀 还请先生安排人送身 还我一个清白 先生 请还我和风雪弟一个公道 好吧 劳烦在场的几位前辈 动手检查 为了不出差错 几人决定一个一个搜 这样众人也能看得清 不管搜没搜出东西 都不会有意义 高粱身上没有山坠 丰盛身上没有山坠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劝酒的时候 趁机把东西放到了 丰盛的衣经里 怎么这会儿没有找到 这不可能啊 吕小满感觉到 有人在自己身上摸索 直接打了个机灵 清醒了几番 他第一反应 就是往旁边躲了一下 他居然躲避搜身 之前不是他一直闹着 要搜身的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还能有什么意思啊 无非就是没从其他 两人身上搜出东西 失望了呗 绿小满身上搜出山坠 前兄还是先确认一下 是不是你丢的那个 这是我的山坠 不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偷拿山坠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在我身上 不是我拿的 不是我拿的 之前觉得还污蔑方圣偷东西 嘿呦呦 还真看不出来呀 先生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偷拿您的山坠啊 李师兄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一直针对我 不过事实就是 山坠是从你身上掉出来的 大伙都是亲眼见到的 你闭嘴 一个没见过世面的穷小子 见到先生的山坠子 心生贪念 偷偷拿走 你就是个贼 可是 山坠子 是从你身上掉出来的 你闭嘴 你闭嘴 山坠就是你偷的 我明明把东西放到你 放哪了 放我哪里了 先生 你要相信我 这山坠真的不是我偷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哎呀 你这孩子 一个山坠子而已 既然喜欢 就直接跟师娘说 师娘给你憋一下就是了 哎 这算是打算坐视了 我偷到先生藏品的罪名吗 昨天师娘可不是这样说的 怎么到头来就 我变成了贼了 万来名声让我以后 怎么考功名啊 不行 不行 想必他这会儿愤怒异常吧 也不知道会不会将前夫人给咬出来 师娘 那山坠可是您亲手转交给我的 不是说那是师妹亲手为我编的吗 怎么现在就变成了我偷到先生的东西了 吕小满 你在说什么 先生 你这么生气做什么呀 之前在书房里 师娘亲手将山坠子塞到了我手里 他可是说要把师妹许配给我 怎么到了这会儿就污蔑我偷了您的罪了 师娘 我可都是按照你的安排污蔑丰盛的 怎么到头来 却让我落到如此地步呢 师娘 你说话呀 你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呀你 怎么回事儿 今天这事儿是前夫人安排的 哎呀 前夫人今天又珍贵的 是丰盛 这是怎么变成现在这种中复了 这得多大的仇啊 直接当众污蔑一个孩子的名声 你胡说 老娘什么时候说过要把灵儿许配给你 你敢坏了我家灵儿的名声 我撕了你这张臭嘴 师娘 你也知道名声有多重要了 为什么刚刚就不替我解释一下呢 她知道今天过后 自己的名声算是臭得透透的 以后也别想在县城里待下去了 只能去外地求学 但是她就是不愤被前夫人这样当棋子耍 你个小畜生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让你污蔑丰盛了 什么时候要把灵儿许给你了 你小小年纪就这样欺世灭祖 欺辱先生一家吗 前夫人这会儿气得要死 自己原本是想收拾丰盛的 结果那家伙毫发无损 自己女儿的名声却快要没了 这让她心里怎么能不恨这个动手的吕小脉 今天让各位看笑话了 改天前某亲自登门赔罪 散了吧 先生 先生 你醒醒 先生 我错了 你别吓唬我啊 好了 大家都散了吧 风神和高粮去送客 今天的寿宴就到这里了 这是今天的事情 还是不要出去乱说的好 我 我 你 是 那